佛学大师松原太道终身学习至死方修 日本的佛学大师松原太道 我的人生是从50岁开始的 终身学习至死方修新宽路更远 百岁日本佛学大师松原太道的精神养生法 松原太道生于1907年105岁 松原太道说 我的人生是从50岁开始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 五六十岁是人生的转折点 由此人生可分为二 50岁前是打基础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往往 为立足社会养家糊口 而疲于奔命 基本上是为别人活着 50岁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奠定 职责也已完成这才到了实现自我 创造自我的最有价值的阶段 65岁那年他发表般若心经入门 因说法精妙 一举成名 从此次四方讲学 还年年推出新作品 细经著述超过130部 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个奇迹 松原太道致力于推广一种 佛教生活哲学 百一代人难以理解解的佛学经典 与智慧写成一语理解的著作 也把佛教的理念活学活用 成为一套精士智用 充满智慧的人生 有人问他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怕爽脑低笑起来哪有秘诀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活这么久 他的长寿并没有遗传因素 母亲在他三岁时病逝 父亲在他三十岁那年 也因脑溢血辞逝 他自幼到成年都是体弱多病 身体差到连参军入伍的标准都达不到 大学时他还得了一场 并差点令父皇权 松原太道的长寿 显得不可思议 也许只能从精神层面 寻找长寿一句 果然他说他一向看重 精神养生法 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 大学那年他得了肾病 延延一息 却遇到了一位好医生 医生诚恳地对他说 孩子你太忧郁了你的病 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我们能不能来各分工合作 外面的病由我来治 心理的病由你来治 这番温暖人心的话鼓舞了他 他开始树立信心 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 肾病很快就好了 这次康复给了他深刻的启示 心态健康最重要 他常去外地讲学 五间到一家餐厅 吃了一个个便当便当礼 有一个装筷子牙签的纸袋 上面印了一曲歌词 见影难别 影难有哭泣有欢笑 时光向秋风空冲吹过 医生只见了这一回 在表演这区短歌优美而感伤 第二年他再去这个地方 但已经见不到这三个人了 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 他意识到一切稍纵即逝 即将登陆 对方来电话通知他不要上船 于是他退了票 没想到 原定的那一班船被台风袭击 整个船程莫死了大约1200人 听说船上有一个美国牧师 自己有救生圈 当看到一个女人 怀抱着孩子 也没有救生圈时 他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女人 女人和孩子获救了 而他却被淹死在怒海中了 这场悲剧震撼了松原太道的灵魂 从那时起松原太道觉得 他的生命是别人给的 他要学着多舍少去回馈他人 要用忏悔和不适之心 创造万物共生的世界 他的精神养生法就这样形成了三不原则 精神养生法还有个三不原则 不勉强不浪费不懒惰 一不勉强指的是不好高务员 做脱离常规的是 二不浪费指的是珍惜时间 珍惜身边的事物 珍惜他人的善意 三不懒惰指的是自己的事 不能让别人去做也不管年龄多大 都要鼓足热情继续学习 中国有位百丈禅师提出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松原太道认为说的很有道理 终身学习 有一位曾探访松原太道的人说 原以为一位百岁老人会枯萎得 如同和陶可一般没想到 松原太道的面容如此润泽明朗 他的笑容如冬日阳光般温暖 怪兼有一种与万物 共生共荣的欣喜和感激 近日松原太道在写一本书 学习死亡 他说 死亡像不停行走的钟 每一秒都存在也许 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 但写不完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总是半途终结的 我们每天只需尽力做 好能做的事 一所不及的事就交给康天吧 他的座右铭是 终身学习至死方休 学习是保持年轻的最佳方法之一 考文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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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